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次就是遗传表现重规重矩 中国女排的遗传表现可谓重规重矩 整体来看 中国女排的遗传到位率为52% 排名所有队伍的第四 遗传完美率为24% 排名第六 遗传失误率为8.24% 排名第十四位 这些数据表明 中国女排的遗传表现较为稳定 但在完美到位率方面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 朱婷的遗传问题 朱婷作为球队的主力 在遗传方面的表现 却不尽如人意 朱婷在接了53次遗传中 仅出现一次失误 但到位率只有38% 完美到位率 更是只有21% 这一数据说明 朱婷的遗传手感 还未恢复到最佳状态 这也是她未能首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 龚翔宇 张长宁和王云露的遗传表现相对稳定 龚翔宇的遗传到位率为53% 完美到位率为20% 张长宁的遗传到位率为55% 完美到位率为32% 王云露的遗传到位率为59% 完美到位率为33% 这些数据说明 他们在遗传上的表现较为可靠 能够为球队的进攻 提供有力支持 关于新人吴孟杰的表现 吴孟杰作为新人 在遗传方面 还需进一步提升 他接了124次遗传 有14次失误 遗传到位率为48% 完美到位率仅为19% 这表明 他在比赛中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还有待提高 需要更多的比赛经验和技术训练 另外就是 篮网表现不佳 篮网一直是中国女排的晚级 本次试联赛中 中国女排局军 篮网得分为2.30 排名第9 局军有效 撑起3.49 排名第8 这些数据 虽然在试联赛中处于中游水平 但与入围奥运会的强队相比 则显得较为逊色 篮网不足的影响 篮网能力的不足 直接影响了后排防守的效果 由于篮网环节不利 后排防守球员 在面对对手强攻时 压力巨大 防守成功率难以提升 篮网能力的提升 不仅可以直接增加得分 还能有效减轻后排防守的压力 提高整个防守体系的稳定性 提升篮网实力的建议 要提升篮网实力 首先需要加强球员的个人技术训练 特别是对于篮网时机和手型的把握 其次 战术上的调整也至关重要 需要通过比赛视频分析和模拟训练 提升球员在实际比赛中的反应速度和判断能力 此外 加强与国际强队的交流和比赛 通过实战积累经验 也是提升篮网水平的重要途径 第四点 未来展望与建议 首先是强化技术训练 技术训练是提升球队整体实力的基础 中国女排需要在进攻 防守 篮网 异传等各个技术环节上进行更加系统 和有针对性的训练 特别是对于异传和篮网这两个薄弱环节 需要制定详细的训练计划 逐步提高球员的技术水平 其次就是战术调整与创新 战术的创新和调整同样重要 中国女排应根据球员的技术特点 和比赛对手的情况 不断调整和优化战术体系 特别是在篮网和防守环节 可以借鉴其他强队的成功经验 结合自身实际 制定更加灵活和多变的战术 还有就是 心理素质培养 心理素质是比赛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高水平比赛中的激烈竞争和压力 需要球员具备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 中国女排应加强心理素质训练 通过心理辅导和模拟比赛情境训练 提高球员在关键时刻的心理稳定性和应变能力 第四点是加强国际交流与比赛 国际交流与比赛是提升球队实力的重要途径 中国女排应积极参与国际比赛 特别是与欧美强队的交手 通过实战积累经验 发现自身不足 不断改进和提升 与此同时 加强与国际顶尖教练和专家的交流 学习先进的技战术和训练方法 也是提升球队水平的有效途径 还有就是关于培养后背力量 后背力量的培养 是保障球队持续发展的关键 中国女排应注重年轻球员的选拔和培养 通过系统的训练和比赛 发掘和培养更多有潜力的年轻球员 为球队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 中国女排在本次试联赛中 表现出了强大的进攻实力 但在篮网和遗传环节 仍需进一步提升 通过强化技术训练 战术调整与创新 心理素质培养 加强国际交流与比赛 以及培养后背力量 中国女排有望在未来的比赛中 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期待中国女排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继续努力 克服不足 勇攀高峰 为广大球迷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另据相关媒体最新消息 北京时间6月18日 国际聘联公布了2024年第25周的世界排名榜单 这次排名 直接决定巴黎奥运会单打参赛席位 自然也影响着许多球队的运动员名单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本期排名的主要变化源自WTT卢布尔雅纳球星赛 张本美和再创职业生涯新高 升至女单第七 法国选手帕瓦德 暴冷连胜伊藤美成 平野美宇和申玉斌 首次闯入前二十 排名第十九 国评方面 王楚清 孙颖莎 王毅迪 马龙 陈梦 王曼玉 继续蝉联五项榜手 据悉 在上周进行的WTT卢布尔雅纳球星赛中 中国队集体缺席 但因此前积攒了足够多的积分 依然在排名榜上占据绝对优势 五项第一 男女单打军包揽前四 外协会选手方面 排名前十的选手变化不大 日本小将张本美和再卢布尔雅纳 打进女单四强 从世界第八升至第七 创职业生涯新高 韩国选手申玉斌 则从第七降至第八 帕尔德市 WTT卢布尔雅纳球星赛上的大黑马 连续击败伊藤美成 平野美宇 申玉斌 晋级决赛 尽管最终输给早田希娜 但排名上升九位至第十九 最新女单世界排名前十的运动员是 孙颖莎 王曼玉 王毅迪 陈梦 早田希娜 陈信桐 张本美和 申玉斌 平野美宇 斯佐科斯 早田希娜 连续在萨格勒布和卢布尔雅纳夺冠 还获得了里约热内卢塞亚军 是外协会女单头号高手 男单方面 世界排名前十选手与上期没有变化 依旧是 王楚清 樊振东 梁静坤 马龙 小勒布伦 于果 林高远 林云如 弗朗西斯卡 秋党 高排名选手 应积分 积数大 位置较难变化 除非参加高级别赛事 双打方面 混双作为奥运项目 更受重视 目前 林中勋 申玉斌 排名第二 与张本志和 早田希娜 排名第三 多次交手 力图在奥运抽签时 避开王楚清 孙颖沙 排名第一 竞争非常激烈 值得一提的是 6月18日的世界排名 将决定大量巴黎奥运会 单打参赛席位分配 许多球队 据此制定规则 选拔运动员 例如 韩国基本确定 张宇珍 赵大成 申玉斌 田智希入围 代拼协官宣 对于一些争取 参赛资格的球队 世界排名高的选手 自然获得机会 总名额有限 许多协会要解决 有没有的问题 而强队 才会考虑 名单怎么样 让我们期待 所有参赛名单的揭晓吧 据相关专业人士分析 中国乒乓球队 凭借其卓越的实力 和稳定的表现 始终保持着 在世界乒乓球界的 绝对领先地位 无论是在单打 还是双打的各个项目上 中国队的选手们 都展示出了 无与伦比的技术水平 和战斗力 确保了他们 在国际赛场上的 霸主地位 巴黎奥运会的比赛 即将到来 中国乒乓球队 将继续以其强大的实力 和坚定的信心 争取在奥运会舞台上 再创辉煌 为国争光 这里是谈天说地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订阅